如果我一張桌子上面有八個麵包 那我們用這個數字的方式來看 就是如果我有一張桌子 這邊我用白色代表一張桌子 一張桌子上面有八個麵包 所以說我等於就是 因為一張桌子是八個麵包 的話我有一張桌子 所以總共麵包的數量就會是八個 再來如果說我現在有兩張桌子 剛好一張桌子可以擺滿八個麵包 兩張桌子的話就會是八個麵包 八個麵包 第一張桌子的八個麵包 再加上第二張桌子的八個麵包 所以總共是一張桌子擺八個麵包 然後有兩張 所以用稱法來表示是八乘以二 這樣的結果就是八加八 八加八的結果就是十六 那如果有三張桌子呢 三張桌子的話 我們自然就是把每一張桌子的八個麵包做相加 所以你會把它加三次 因為它有三張桌子 於是呢這個結果就會是 用稱法來表示呢 就是八乘以三 八乘以三就是一張桌子八個麵包 有三張桌子 圖也一起表示一下 三張桌子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是八加八等於十六 十六在前面八乘以二的時候已經寫過了 那等於是這個十六的答案呢 後面再加上一個八 所以呢也就是十六加八等於二十四 再來呢如果我有四張桌子 四張桌子的時候呢就是每一張桌子八個麵包 然後加了四次 加了四次以後呢就是每一張桌子的八個麵包 好我有四張桌子 好看一下圖 這邊我四張桌子的時候呢 那就會是八加八等於十六 十六加八等於二十四 就是等於前面的這個八乘以三的部分 二十四 後面最後再加了第四個 第四張桌子的八個麵包呢 那就會是二十四再加八 可以寫下二十四加上八 就會等於三十二 好也就是八個四倍 也就是三十二 如果呢再來就是五張桌子的狀態呢 五張桌子的時候 我們就先審略前面這個步驟 但是你還是要記起來就是說 我們在做這個乘法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每一張桌子有 每一張桌子有八個麵包 然後我有五張桌子 這個過程 這個乘法的過程呢 事實上就是把五個八相加 好五個八相加呢 事實上就是 把四個八相加的結果呢 再加上一個八 也就是前面的這個三十二 就是四個八相加的結果 再加上一個八 也就是等於八乘以五 就是八的五倍就等於四十 好 再來我們看到 如果我有六張桌子呢 好 這是第五張 這是第六張 六張桌子的時候 八乘以六 八是每張桌子上面可以擺麵包的這個數量 總共八個麵包 再來我有六張桌子的話呢 就會是 等於原本的五張桌子上面擺滿的麵包呢 再加上一張桌子的麵包 就是四十 再加上八 那事實上這過程呢 也就等於 是六個八相加 也就是 八的六倍 好 就是這個結果就是 四十加八就是四十八 再來如果 如果有七張呢 七張桌子的時候 七張桌子的時候呢 還是一樣 你如果已經會了前面這些算法 你可以越來越加速 七張桌子的時候呢 就是八乘以七 八乘以七的結果呢 就是之前八乘以六的結果 再多加一個八 就是四十八再加八 也就是七個八相加 七個八相加的結果 四十八加八等於五十六 好 這也就是八的七倍 再來呢 如果是八張桌子 八張桌子的時候 八張桌子的時候呢 就是等於 八乘以八 好 那還是要搞清楚哪一個八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八是每張桌子 可以放八個麵包的意思 第二個八是總共有八張桌子 好 也就是等於前面的八乘以七 等於五十六呢 再加上一個八 這個八呢 是第八張桌子的 總共有八個麵包 這個八個麵包的這個八 好 所以呢 就等於六十四 八乘以八等於六十四 再來 再來 如果我有最後 我九張桌子的時候呢 九張桌子 九張桌子的時候呢 就會是 八乘以九 八乘以九呢 就是前面六十四 八張桌子的這個 六十四個麵包呢 再加上第九張桌子的八個麵包 也就是等於七十二個麵包 七十二個麵包 也就是八的九倍 好 那如果是第十張呢 第十張的狀態呢 實際上就是 好 現在這邊 如果我有十張桌子 十張桌子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 八乘以十 八乘以十呢 就是等於剛剛七十二 八乘以九的時候呢 再多加一個八 這個八呢 是八個麵包喔 要記得 好 所以呢 七十二加八 就會是八十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八乘以十就會是八十 也就是等於 八的後面呢 再多加一個零 也就是八十 好 這個是八的乘法